如果产生乱数并且输出由小到大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式 执行之后的话 这边可以输入 比如输入十个 Enter之后它会帮我产生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是没有做排序 第一阶段是只是输出 第二阶段再次做排序 排序方法当然有几种 一个如果说 这个Java里面有提供我 做排序的某一个类别 里面有某个方法 它可以排序的话 那我就直接找到就好了 因为那个功能就已经人家写好了 其实实际上 那个类别里面的方法 实际上就有点像是 人家写好的函事库 反正这个函事库 就如果你们有用过 e-sale应该知道 反正插入函数 那函数就把你结果给你丢出来 return回来一个值 那当然如果有就可以用 如果没有的话 自己写嘛 如果没有又不想自己写的话 你就花钱买 买函事库 回来就可以帮你完成某个部分的这个功能 我之前一直强调说每个行业别都有每个行业别的函事库 然后大部分国内的用法 他们都是去买 买来 所以以后可能你们接触很多工作都怎样 买回来的那些那些类似framework或者是一些函事库你的工作怎样去学习啦 因为没有人会嘛 所以你要把它 它一定会有Duck 一定有说明文件 说明文件使用方式 几乎是follow java的方式 所以你会很熟悉 因为它的这个编排方式基本上都一样 因为我之前不是跟各位讲过嘛 比如说scanner scanner它是它的那个Duck就出来 然后你会发现它是这个类别 哪一个套件 Utile Utile点进去的话 里面就会有所有Utile的套件东西 那你可以再去看什么 它的summary 它的里面的那个类别相关的 有没有 相关的那个 有没有 这个class的一个summary 你可以再去找 里面还有每个类别的方法 那方法怎么使用 它return回来什么 哪一种资料行为 其实基本上都是follow这个规则 即便你们将来再学习enjoy的话 也是一样 enjoy里面也是一堆啊 一堆那个套件 然后一堆的类别 那只是说你们只是多学什么 多学enjoy里面的这一些 这个说到叫做套件库的函事库都可以 就是说方法都是一样的啦 也就是说基本上 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那怎么学 这种东西都是 最重要还是学习如何学习的方法 那另外现在资讯社会变动太快 所以如何快速学习的方法 就是别人还不会的时候 你已经会了 而且你已经用得很顺手 那就是你的本事了 那这里的话我想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输出 那我想这个部分的程式嘛 应该都前面都写很多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前面的东西 前面的 然后第一个我们先输出 然后透过什么nest in呢 怎么样呢 去取得 取得使用者输入了一个指10 比如我输入10个 那接下来就是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这个阵列嘛 对不对 那阵列的长度的话 因为我们是从要10个 所以呢这个阵列长度的部分的话 就直接怎么样 建立一个阵列 那当然官吴你可以放前面或放后面都可以 那再来逃入一个什么呢 一个int后面的话就是它的长度 这个我想昨天我们已经讲了非常多 你要对这个要非常熟 因为这个是一定要背的 你不能说背啦 就把它当基础语言 如果你这个部分不熟的话 说真的你其他的东西 写起来其实会很 很这个 一定会有很多问题存在 OK那我已经建立好一个 这个 我把这个瓜我放前面好了 放这边 OK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 就怎么样呢 乱数产生 那乱数产生的话 我要总共有几个呢 就是当i小于n 或者是说你可以 这边可以改写为 我前面讲过嘛 你可以从n或者是什么呢 可以mum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阵列的什么 点下去会有个点legs 就是它的这个阵列的长度也可以 你可以由这个判断 或者由这个判断都可以 那大部分我们习惯会写这一个 因为这样的话呢 配合回圈会比较刚刚好 另外或者是说你也可以 可以写写这样 然后呢 再加加 那之后的话呢 就是产生什么 产生一个乱数 那乱数前面也写很多了 我们就999 最大最大就是998.999 那取得 我们就是把小数点去掉 因为强制转型为整数 最后把它加1 加1之后的话 变成说原来 0到998 加1之后变成1到999 所以乱数产生的话 就是1到999 然后分别会丢给 这个阵列里面去存放 那再来的话 就是把它输出去 输出去的话 这地方当然你可以跑这样子 就是说I 然后这边也是 这个 它的lag或者N 那不过 另外一种写法 各位还记得吗 就是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的写法的话 其实各位也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做一个复习 就是昨天讲过的 这for each的写法 应该会比较简单一些 而且比较容易 比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个地方 由原来的这样子 就是 其实 初始值 条件加布进 把它改为什么呢 改为for each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 因为我们number的inch 所以 这个地方就宣告一个 比如说TMP 就暂存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for each 阵列里面的 从012一直往下找 然后暂时先放在TMP里面 再帮我输出去 所以 后面再加一个冒号 然后呢 在哪一个阵列 后面就加上一个阵列 阵列的名称给它 这样的话呢 它就把这个阵列里面的 所有的值 按照编号 0123 到底有几个 反正如果十个的话 就是到9 分别怎么样呢 先丢给它 丢给它之后呢 再去输出 所以 这边的话输出 你可以怎么样 改为TMP 也就是说 它会先 阵列的第一个 会丢给它 丢给它之后的话呢 它就输出 输出之后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执行起来 有十个 它一样可以怎么样呢 一个一个把它跑出去 输出 所以上面的这一段程式码 跟下面这一段程式码 一模一样 但是呢 比较起来 当然 这个感觉起来 会比较好 好理解 因为比较符合 那个 阵列的一个 一个方式 OK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输出 因为现在我们还缺一个 就是有小到大 排序 那有小到大排序 你有几种方式 第一个 自己写 排序的方式 那怎么要比呢 其实有所谓的气泡排序法 你可以怎么 你 第一个 就是互相比 你可以建一个temp 你就是 比完之后 然后呢 排来排去 重新再把它sort一次 但是这个排序的方式 其实非常复杂 你们可以 我等一下可以提供 我有写一个写好的 等一下也可以给各位参考 但是第二种方式 是人家写好的 比如说在 这个什么呢 在java里面 已经有一个写好的 那那个的话呢 它叫做array array 在utile里面 有一个叫array 那那个 有一个array的类别 比如说我今天要排序的话 最简单 就是在array 它有个 array的类别 点下去之后的话 有个sort array sort sort的方法 就是在这个类别里面 有一个sort的方法 然后呢 非常简单 我就只要刮糊之后 把那个 我的阵列丢给它 这样它就怎么样呢 就解决了 可是问题 这边有错误 有没有 你就不用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怎么样 把它input进来 有没有 所以上面扫一个 input 这个array 这个阵列 那我把这个 汇入进来 它是在 array里面 应该是在 应该是utile arrays 应该是arrays 这个应该arrays 才对 这地方的话 我看一下 对 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名称叫arrays 加一个s 那arrays里面 它的这个 这个方法 是隶属于arrays 这个方法 是隶属于在 utile里面 所以你把arrays 打上去之后的话 有没有放上去 它会要你 把它汇入进来 那汇入进来之后的话 就会有个方法 叫sort 那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 你只要这一行 就搞定了 不信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基本上 它就帮你处理完毕了 处理完毕之后的话 把它执行起来 比如说一样 输出十个 enter一下 各位没有看到 由小 排到大 有没有 只有这一行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方法 就帮你搞定了 里面 就完全照 由小到大 帮你排序 但是如果相反的 假如说 题目又变更了 请把输出结果 由大到小输出的话 那你要怎么输出呢 那你想说 sort里面有没有参数 可不可以颠倒过来呢 基本上应该 好像我看一下 应该是没有 就里面的话 sort很简单 它就是sort出来 你跟它一个阵列 它就帮你sort 由小到大 没了 所以如果你要 由大到小 你可以在哪里 动手脚 对 你可以输出的地方 我们不是是 加加 对不对 对啊 剪剪不就好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两个颠倒 那我从最大的输出 慢慢剪剪剪剪剪 就是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也可以 思考一下 那这个程式码 我已经把它放上去 各位可以参考 那主要就是 第一个 各位可以把 这个方式 改成这个方式 for each的方式 这个应该要非常熟啦 因为这个 这个 尤其for each的输出 配合阵列 用到的机会非常的大 尤其你们应该在 Google的时候 会看到很多的sources 人家写好的 你要看得懂啊 不然这个 上面的看得懂 下面看不懂 你就麻烦了 OK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加上一个array source 可以帮我们做排序 然后这边的话 我想自己就把它加上去 另外各位 如果动作比较快的同学 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你没有用array source 怎么排序 你这如果可以自己写出来 这个可以可以思考一下 有个所谓的 很多种排序方法 那比较常见 像所谓的气泡排序法 你可以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 就是输出的结果 题目是由小到大 那你如何把它由大到小 这部分也可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画面 我也把它丢到那个云端 这个云端白板上面